来看看这位孝顺的儿子如何陪妈妈走过抗癌之路 母亲感动的哽咽落泪 因为身旁孝顺的儿子每天陪着他千里迢迢 从南投到台中治疗癌症 妈你要加油 对啊 你身体你要加油 紧紧牵着他的儿子是他持续治疗乳癌的动力 毕竟这趟抗癌路程走得可不轻松 母子五点起床后 从日月潭达早上七点客运搬车 到乌日高铁站转车 坐客运接驳车到黎明新村 再徒步半小时到领心医院 来回路程140公里 八周33次疗程 总路程5500公里 说实在两个孩子也是很累了 他我看到说是二儿子 他就请家 都是他二十小时照顾我 来这里的时候就是大儿子 62岁的游姓妇人多年前丧夫 左辱罹患癌症 35岁的儿子每天陪着他到台中进行疗程 还要赶在下午一点回到南投开门做租车生意 经过八星期马拉松社的疗程 治疗终于结束了 癌症患况控制良好 拥有健康的身体这应该是最棒的母亲节礼物 中年新网王毅超纯宇柔台中采访报道